好,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動漫萬歲 我是阿森 是,L妹 都是說回收聽方法啦 歡迎大家在Facebook搜尋這個電械Otoss 就會找到我們的Page 我們會定期update節目的 另外還有這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都訂閱、收聽 按鈴鈴,留意更新 還有我們會定期... 應該暫時都是在星期三的晚上 都會有這個首播 希望大家都來跟我們在Track Room 聊聊天啦 還有這個電械Otoss綜合討論區 都是在Facebook上的 大家如果... 首播的時候沒有空 就可以在這裡跟我們一起聊天吹水 好啦,那... 好了,說... 之前我開了一個大坑啦 你和阿七爺 就是這個...Kingdom Heart 那... 作為一個不熟悉... 我當初是沒有接觸這個系列的 但人們經常都說這個系列很複雜 那我心想為什麼呢 然後聽完你們說我開始明白為什麼 欸! 現在說的部分 都已經是不複雜的部分 其實... 那怎麼辦呢 我已經... 我已經是成龍那個... 那個... 頭像那樣... 癢癢癢癢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 就是... 我想說呢... 如果你只看... 只看這個... 《Burst by Sleep》的劇情的話呢 其實是一點都不複雜的 只不過是一個老人家很想去... 去尋求他的真理 然後就把三個年輕人拉下水的故事 其實只不過是這樣 但是當你扯到Sora他們那裡才開始是麻煩的 跟Sora有關的設定好像都很吵架 是啊 是啊 那所以就... 大家如果想再聽後面的故事是怎麼樣呢 就密切留意我們這個Kingdom Heart系列啦 不過...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更新 是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更新啊 那我們就要學習某一位... 名作者的精神 就是這個鵪野獸明 就是當他想不到... 到底Eva最後的一部怎麼結束呢 他想不到的時候 那做什麼啊? 做其他事情咯 那我們... 當他想不到Eva的時候 他做什麼? 所以我們想不到Kingdom Heart怎麼錄的時候 我們就說什麼呢? 當然是說哥斯拉啦 是啊 那我們就今集開這個 哥斯拉的動畫電影 那就是這個... 近... 這個... 2017... 至到2018年度的三部曲 就是這個CG動畫電影來的 就... 也都... 怎麼說呢 或者給他一個變聲 就是這個虛圓版的哥斯拉啦 是啊 是啊 或者是動畫哥斯拉 就是這樣 是啊 這套東西首先說一下 其實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 他是一個... 他這個企劃呢 都叫做... 挺國際性的 因為... 他是... 是跟Netflix合作 那麼Netflix... 在他們... 在這個動畫製作 這個Polygon Pictures 完成了這套作品之後呢 就會將它放在Netflix的平台 在這個190個國家那裡 都有得看的 所以都是一個很大的企劃來的 那暫在... 那Netflix也有說過 可以... 可以... 和這個... 大家知道哥斯拉的版權原本是東寶 那東寶就給了Poly God去做 所以Netflix就說 可以和一些... 像東寶那樣的優秀創作者合作 把哥斯拉帶給190個國家的Netflix送戶 是我們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對他們來說 我似乎都是一個... 不錯... 他認為是一個不錯的起步 這樣 但是... 聽到我們笑得這麼興奮 都知道... 是有些了道的 是有些問題的 不過... 稍後我們慢慢說吧 那... 好 說回這套了 這個哥斯拉的CG動畫電影系列 剛才說是Polygon製作 總共做了三套分別 就是哥斯拉怪獸滑星 哥斯拉 決戰機動真直都市 還有這個哥斯拉細星者的 是的 那... 其實... 不是20... 其實是去到2019年 是的 2019年年頭上的 這個細星者 所以其實... 不... Netflix是年頭上的 是的 電影 日本的 就11月上了 日本在18年年尾就上了 但是... Netflix是要去到19年才有得看的 所以... 如果用Netflix的立場去看的話 其實就是2017年 去到2019年的整個系列 是的 那... 好 說到這裏 那我們是時候說一下那個班底 剛剛也有說過 所謂虛冤版的... 呃... 的哥斯拉 那... 那... 那當然其中一個重要的編劇 就是這個虛冤猿 那... 愛之戰士 那... 大家聽到他寫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 原來哥斯拉是人 那... 當然不是啦 那結果不是啦 那結果不是啦 那就... 那都... 那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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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劇本啦 還有... 那個魚案也是他 那這個系列構成呢 就不單是他的 還有另一位人聽 就是川井貞之 那都... 舊版的奇諾之旅等等 其實聽到這些名字都覺得有些信心 因為他當然不是去到系列構成那些很大 但是他在這些作品裡面都有一些雜數是他幫忙寫的 都不少雜數是他寫的 所以這兩個都在現今的動畫界裡面 都算是挺有實力的編劇 然後就是動畫公司Polygon 這個名字對於我來說是百般之未在心頭 怎樣形容呢? 他是一個主力去創作CG動畫的公司 但是小弟對於他的CG動畫就不是肚子都這麼欣賞 那講一下吧 其實星球大戰這個Clone War其實是他們有份做的 還有這個希德里亞的騎士 還有這個大名鼎鼎的創天之權師 都是他們做的 那講一下Clone War我覺得算是做得不錯的 希德里亞騎士我覺得就 其實不算精美 但是我覺得他用他們的創作去表現了那套作品 亞人和蒼天之權真的不太接受到他那種製作 是... 扎格的嘛大哥 怎麼接受呢? 是脫妝的 大家有看蒼天之權 我也要... 不厭其煩的跟大家講 我已經咪後跟不同人講過了 就是... 你開一幕呢 阿霞... 霞拳次郎呢 他擔著口煙的時候呢 你... 你煙厲害啊! 哈哈哈哈 喂! Polygon! 他公司多久啊? 9? 等一下 80年代已經開的一間公司 你... 我做了這麼多年 這個相關的工作 就是... 我當CG動畫的話 就應該00年起頭啦 做到現在18年了 都可以交到這些貨出來喔 那就是... 所以我對這間公司的信心都不是太... 不是太有信心的 當然他有好的作品出過啦 不過... 也都在一些厲害的東西裡面 他也有份幫過手 包括... 這個... 超人高斯的劇場版 他是有份做CG製作 而那些製作又真的不錯的 是啊 那所以就... 我又不算太生氣了 對於他... 對於這間公司 那但是... 那到底其實整體來說 他... 我到底... 我是沒有辦法... 稱讚他還是彈他 哈哈哈哈 所以當初聽到... 聽到怪獸... 這個... 這個... 那個哥斯拉... 是他製作的時候呢 我都有點擔心的 那結果出到來呢 那我們稍後再說一下他到底是怎樣啦 好... 那... 整班製作組裡面呢 提了重要劇本啦 還有一家公司啦 還有一個人... 我們... 當然還沒提導演啦 是啊... 你這個重要的監督 靖野孔文 那... 首先呢... 導演是有兩個的 還有一位叫做 楊楊懒孔之 對了 今次東島就尋了 近年在這個 柯南電影裡 都算是頗受歡迎的監督 就是這個... 靖野孔文 然後再加了這個 在3D 在CG製作上面 比較... 得心 有經驗的 賴夏寬之來做導演 希望讓他生存 但首先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前提就是 發生什麼事都好都不要 罵賴夏寬之 哈哈哈哈 他是負責CG那邊的 是他是負責CG那邊的 但是他做導演他都要出劇情的 是 他都要負責劇情的 所以就是如果發生什麼事都好 請大家不要罵他 呃OK 為什麼呢 因為以我們的了解 作品的主要主旋律 就是靜野孔文負責的 是的 而這個人呢就 呃為這套作品定下了幾個很重要的前提啦 首先第一就是 這個好像是東寶的命令就不完全是他的 他的提出的 但是他負責執行這個命令 東寶說想要有新氣象嘛 為這個哥斯拉帶來這個新的血統嘛 新的 新的風格嘛 所以呢 傳統的怪獸摔角 不可以有 是啊 那啊 他未到不讓怪獸和怪獸打架的 最好不要有啦 就是說你不要拿這個來做主題 是啊 是啊 那就 那 以靜野孔文的了解 那以靜野孔文以他的了解能力呢 那他就會覺得 那我不如 他說最好不要有 那就是 索性不要有啦 那所以就 後面 就出現了一些 有趣的情況啦 不是 再加上 呃 給大家一個大前提 是 這個傻子呢 哈哈哈哈 就在接到這個job之前呢 就連哥斯拉局 只認識了哥斯拉這個名字而已 是 是啊 完 他對哥斯拉這個系列 是完全不熟悉的 就是說要類比呢 其實就是 袁永慶太郎去做數碼暴龍一樣 即袁永慶太郎對數碼暴龍的了解 就是數碼暴龍這四個字嘛 那所以靜野孔文對於哥斯拉的了解 都是哥斯拉這三個字 是啊 對啦 沒錯啦 以後大家可以叫他狼養就可以了 哈哈 即是同級是不是兩個人 你直接把他和袁永是同歸 一狼養啊 哈哈哈 OK 那關於他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 接下來會慢慢說的啦 因為呢 這個也是一個 都是一個大系列來的 所以呢 我們應該是分三集去說啦 畢竟是三部曲啦 那我們今集就先說了怪獸滑星先的 那這個第一部曲 那我們開始是時候說一下故事啦 是啊 不過這個要交給L妹因為都幾多 幾多前面前提的東西呢 我不是真的了解得很清楚 可能交給你 是啊 那首先呢 就是要提一下這個小說版的故事先啦 是 那就是這個 在這個 電影開始的 大約二十幾年之前啦 就是這個 不止二十幾年啦 是這個四十幾年 甚至是五十年前啦 是 就是這個 在這個一九九九年 的時候呢 在地球第一次發現到有巨大怪獸 是 的蹤影 那就出現了在這個美國的 那就當然 在那一件事之後呢 就陸續地球上的各地都出現了不同的巨型怪獸 是 那其中呢 最威脅到人類的呢 那就當然是 怪獸之王哥斯拉啦 那哥斯拉在這個 呃 但是 就是在這個怪獸出現了之後 其實都隔了多久之後才出現的 是 是啦 那 呃 好像是整堆怪獸亂鬥了好一段時間 亂鬥了好一段時間 哥斯拉才出現的 那 哥斯拉一出現之後呢 整個地球的這個 這個 平衡呢 就終於都沒有了 那因為呢 一開始前面的怪獸呢 人類的武器其實都還是可以對抗到的 但是人 但是自從哥斯拉出現了之後呢 人類是沒有一樣的武器可以對付到哥斯拉的 是 是啦 那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爭鬥之後啦 那中間都發生了很多事啦 就是 譬如有這個 呃 兩種的外星人 來到地球啦 是 是 呃 分別是一種叫做 呃 黑 呃 艾赫西夫 艾赫西夫 以及一種叫做比爾薩魯特的 兩種宇宙人啦 那 呃 清楚這個 這個 哥斯拉的朋友啊 都一定知道這兩種宇宙人呢 其實就是 參考來自 哥斯拉作品裡面的其中兩種宇宙人的 是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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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 他們 是啦 他們各自有兩種取態的 那一種 艾赫西夫這種外星人呢 就 你當是好像教神父那樣啦 就來傳教那樣的 不同的外星人呢 都已經因為自己 狠狠 製造了怪獸 害死了自己的啦 那麼我們就來 去陪同人類呢 希望 令到人類不會再重複同樣的悲劇 這樣 那另一種呢 那個什麼 不以撒魯特呢 那就是這些 都是另一種高智慧外星人 但是他們就是勇武派來的 就是 希望教人類去弄一些 厲害的武器 去打回那些怪獸鑽頭 那麼 是啊 那麼呢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人類啊 因為這兩種宇宙人的出現 都開始分派了 就是分別就是 移植到其他星球的一派 還有就是製造武器去對抗怪獸的一派 而對抗怪獸的那一派呢 就 跟隨這個 不以撒達 就弄了一隻叫做機械哥斯拉的東西 但是機械哥斯拉就弄好了 但是呢 就在起動實驗的時候 那就失敗 再加上在起動的時候呢 就被哥斯拉來襲 整個東西連著工廠就弄了 是 是啊 而人類經過這樣的敗筆之後呢 因為機械哥斯拉其實已經是他們 最後僅有的 最後一個反擊 戰術了 都失敗了的時候呢 他們就只可以 實行 將一部份的人 移民去其他星球 的計劃了 就在2048年呢 根據 阿西夫的電腦 就選了一群人類 就坐了上他們的移民船那裡 出發 去找第二個星球 是呀 繼續 將這個人類的總存續下去了 而 第一集怪獸或星呢 就是在這一隻船呢 出發了22年之後 開始的 大家留意我 剛才說過一大串的東西 不是正傳的故事來的 是呀 剛才說過一大串的東西 全部都是小小 全部都是這個 故事開始之前的 一段歷史 一段歷史來的 是 現在就講到 他們 在怪獸或星這個故事裡面就講到 他們已經離開了地球 已經近乎 已經20年了 那就 去到一個 他們本來想要移居的地方 怎麼知道發覺呢 那個科星球呢 原來是不適合居住的 那就錄製了 那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開始談一個問題 他們是不是應該要翻地球呢 但是翻地球又有哥斯拉會在的嘛 但是 就算沒有哥斯拉 因為他們說過 如果他們用超加速翻回去呢 就估計 地球已經過了 就會變了 過了很多年 那到底哥斯拉還在這裡呢 還是他會不會有後代 還會有後代 還會有後代 在這裡霸佔地球呢 那他們就不知道的 那但是 就好沒有冒險回去呢 還是繼續去 繼續向外出發 去搏一下找不找其他星球 或者是等死呢 那裡面又在爭拗這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那麼 其中有一位 裡面其中有一位青年 叫做程生 那程生呢就是 好像都是罪 本身是罪犯來的嘛 他是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就被 被人 困住了的 那但是呢 他就跟 另一位艾克西夫星人 就是這個 梅德菲斯呢 就合作 那梅德菲斯呢就暗中 去給了一些資料 他去做研究 那程生呢就一直在研究這些 跟哥斯拉有關的資料 就發覺 哦原來呢 哥斯拉不是無敵的 因為他們 他們整個星球呢 不是整隻 整隻移民船那些人 都是 怕了哥斯拉 是很害怕哥斯拉的 一聽到哥斯拉就 賴屎了 那因為 他們因為他才走的嘛 所以他們是會很害怕這件事的 那但是程生就 因為親眼看著自己的雙親 被哥斯拉殺害 那又想報仇 這樣的想法呢 所以他就用盡一切方法去證明 原來哥斯拉是 是有方法殺死的 那於是他就 利用梅德菲斯給他的資料呢 他就研究了一個作戰計劃 還有有一篇論文 關於他研究哥斯拉的 那他就匿名在移民船那裡 周圍散步啦 那結果 在一連串 爭執 以及掙扎之下呢 終於 上頭就認同了 不如我們先回去地球看看吧 那回去地球之後就 發覺 當他們超加速回去的時候 原來地球已經 在超加速之下 時光已經過了一萬年了 那 一萬年後的地球呢 他們心想過了一萬年了 哥斯拉再長命都應該死了啦 那你發覺sorry 原來還有哥斯拉的 呵呵 那他們心想 糟糕了 那怎樣 對其他人來說是糟糕了 那怎樣呢 那接著之後 但是 對於程申來說就是 不是這個是好機會 我們要在 我們要在哥斯拉手上 拿回我們的地球回來 於是由程申 終於再極力的爭取之後呢 終於就 人類就調派了 部分的人 陪程申一起下去地球 去執行他的作戰計劃 希望可以殺死哥斯拉之後呢 令到那幫移民船的人呢 可以落到地球 那 結果故事的後半就是 他們 跟這隻哥斯拉 激戰了一輪 終於擊敗了他啦 他們 很滿心歡喜之際呢 就發覺 原來這隻哥斯拉呢 就是 只是兒子來的 不是正版那隻來的 在這個時候呢 一隻超巨大 即是比他們原本打低那隻 大很多倍的哥斯拉呢 就在 地底裡 鼠出來 將他們屯滅了 對啦 那故事之後怎樣呢 那就是下一部的故事啦 對啦 那我們主要都說回怪獸華星先啦 那 有些什麼可以說呢 其實我想 我個人 那 其實友台呢 YPR那邊呢 阿墳總呢 都幾不喜歡這套東西的 我都聽他套租不下 不下 不下十次的啦 他經常都套租這套東西的 但是 我自己就 未到完全 否定他啦 我可以找到位去讚他 首先就是 第一件事我覺得他 有個 即是他有部分的科幻設定 畢竟都是科幻作品 都是一種科幻作品啦 以及哥斯拉本身都是一種科幻的球償啦 我覺得有些位置是想得 以哥斯拉為基礎之下呢 他再推論出來推論得很好 譬如 如果哥斯拉不是一種 短時間 很短時間出現的東西 他已經生存了很多年之後呢 他會出現 會 會怎樣影響到地球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頗有趣的 因為你說到怪獸之王 如果他是一個 人類沒辦法擊敗他了 人類離開了地球了 即是當這個 所謂強勢的生物不再是人類 而是哥斯拉的時候 哥斯拉是必然會影響到地球的生態圈的 那到底地球的生態圈會因為他而出現了什麼的變化呢 我覺得他裡面有些想法是頗好的 譬如就是 他是黃的 那跟著他一定沒有死的啦 所以很多生物都 在盡快的路線上都不斷地向哥斯拉靠攏 結果變成一隻都像哥斯拉一樣 皮膚硬到 很糟糕 子彈打不穿 然後每一隻都變得很凶殘 然後連植物都跟著哥斯拉的那種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隻哥斯拉本身是植物 形成的哥斯拉來的 是 即是他本身 他形成這隻哥斯拉的物質其實是植物來的 所以令到他在二萬年的 的 生長的過程之中呢 也都影響了整個 地球的植物 其實應該是這樣看的 他先影響了植物 然後植物 因為他 其實影響了植物 其實很多 很多空氣啊等等的很多循環系統都會有改變 是的 改變之下動物就會為了適應這個生存 還有因為王者是哥斯拉 那你就必然要變得 變得跟他一樣你才可以生存下去 那所以很多動物都跟著一起向 向著近哥斯拉的方向進化 進化了 所以這一集才叫怪獸滑星 因為所有的生物都已經變成怪獸 其實就是做哥斯拉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蠻好的 是蠻有趣的 還有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通常都是說 人類 還是有得打的一個地步 但是其實在怪獸滑星裡面已經跟人說 其實不是 你情生所謂說拿回地球回來 是他還沒留意到那個事實 其實你看到這個環境 你已經知道這個地方已經不屬於人類 已經不是人類可以話事的地方 其實他搶回來也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才可以 變得適合他們居住 因為他說到連大氣都已經不適合人類呼吸了 其實他搶回來是 就是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那麼 這個想法就 挺有趣的 還有人類的 所謂的走路 其實那種各方面的無法選擇 稍後細節我們慢慢再吐租 就有很多問題 但是 那種說人類逃避了那個 滅世危機走路 誰知發覺他們 向外移民 是一個 是一條死路 在沒得選擇的情況之下 要再 在沒選擇之下 要作出選擇 那個 故事 我覺得這條計劃是有趣的 可以發展得好的 其實都是虛冤拿手的 寫的東西 不斷逼到人們沒得選擇 然後在沒得選擇之下 又要做一些選擇 然後再撲街 這個就是他的套路來的 那麼 還有一群人裡面 我覺得情深就 寫得比較好 因為他是主角啦 甚至大部分 的描寫都是放在情深裡的 你應該要說 因為這個故事是為了情深而做的故事 為情深而寫的一個故事 為情深而寫的一個故事 所以情深就是一個 寫得比較多的人物 如果你要 找個角色形容他就是艾倫 就是進擊的巨人的艾倫 沒有說錯 沒有形容錯 但是 至少情深在第一集 應該沒有多少人會喜歡他 我自己沒什麼問題 難一點啦 說實話也沒有什麼人會喜歡艾倫 艾倫是吵而已 情深不吵的嘛 但他那種對哥斯拉的恨 跟艾倫的真巨人那樣是同樣煩焦的嘛 因為他都會說 其實我以第一步來講 他那個 要討不討好是另一件事情 因為我一向都這樣說 要討不討好跟寫得好不好是兩件事情 他討好就未必是討好的 但我覺得寫是寫得OK的 是寫得好的 他整個對戈斯拉的恨意源頭交代得很好 因為他整個人生就是因為戈斯拉而改變 他不能再留在地球 他父母的死 還有他這麼多年來要屈住在一隻這麼小的船和資源這麼缺乏的情況之下生長 全部都是戈斯拉的錯 人類搞成這樣也是戈斯拉的問題 那他當然是會討厭戈斯拉 那甚至去到後面好像說他之所以要坐牢就是他被人說他殺死了某個... 不是,他是在開始的時候佔了一隻船 因為他們去到目標的星系就發現不是人類可以生存到的環境 然後之後有一群老人 全部都坐進去 船上就說要強行降落下去 哦,怎麼也要下去不相信 是啊,要執行這個就是他們船上的最大的那群人 在那群老人裡面就有情生和爺爺在裡面 不是情生和爺爺,是情生 很照顧情生的一個老爺爺 就是女主角休子的爺爺 那情生就覺得 喂,你們這樣 就算他們已經... 你說得對,他們就是老 即是他們很老,他們就是死了 但是你也不可以將他們拿去做這個犧牲品 強制扔他們下去的嘛 是 那接著就佔領了那隻羊綠艇 是 但是最後就失敗了 那之後那隻羊綠艇在他一下船之後 就立刻被人射了出去 是 那最後那隻船就死了 當然所有人就爆炸 那情生當然就立刻被人踢了進去 就當是戰犯那樣 戰犯那樣踢了進去 那... 但是當然因為... 因為他們官方... 就是頂層那群人 是不會讓那些平民知道真相的 所以就好像是強硬誣了他們 是...他們害死了這群人的 那... 所以... 對於一般人來過 那時候那些平民就會在那裡議論紛紛 就說這個殺人犯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無緣無緣又變了... 我們的作戰參後呢 是會... 就是他會發生這些問題 那... 那... 還有那些... 還有那個... 選項呢 都叫做寫得挺好的 就是... 沒得選 就是... 你... 要是等寫 要是搏一搏 下去跟哥斯拉一隻招 你會怎麼選呢 這樣 那... 那種... 勇奧派 也都... 就是... 我覺得他那種算是寫得幾... 幾... 怎麼說呢 幾有人性的那種感覺 就是... 他... 他一來是為了人類啦 他當然是想... 希望... 希望人類可以... 還有生存的機會 所以才去打哥斯拉 但是同時他也都... 不否認自己有私人恩怨 他... 他殺哥斯拉一方面是為了... 是為了報仇的嘛 對 為了個人的憎恨 同時也都為了人類 其實他... 他... 他兩者都沒有否認過 其實他兩樣東西都... 他帶有... 同時帶有這兩種情緒 我覺得算是寫得幾好的 這件事 那... 去到後面... 那... 那種... 就是那種放手一搏 就算壞了一次都要... 想辦法再來一次 一定要擊敗哥斯拉 就是那種決心啊 還有那種... 第一次打贏了 第一次... 終於擊敗了那隻兒子的時候 那也是... 算是... 處理得幾好的 這樣... 那... 還有什麼讚呢 想不想想 嗯... 嘖... 最後... 最後一隻超巨型哥斯拉出來 那一刻幾驚喜囉 那一刻幾驚喜的 我想說 那一刻幾驚喜的 哪怕我也都猜到的 因為... 因為我是... 看過... 什麼史上最大的哥斯拉 他說是很... 很大隻 那... 而... 他第一次出到來那隻 也都... 又不是真的說十分大隻的 那所以也都心裡有數 那隻不是真的 但是你猜不到他... 第一步的尾的時候 出這隻正版的時候 是出得這麼震撼的 那那個... 超展開就叫做 幾好看啦 那... 都未到超展開的 大家都猜到的 那... 那... 都是的 那... 嗯... 嗯... 想想先 要想... 是要這樣想的 幾辛苦啊 真的 因為最初第一集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那一句 都是的 都... 都半個鐘了 不如我們在這裡停一停 所以我下半部分 可能就要開始... 開始吐槽 哈哈哈 好啦... 我們part 2再繼續啦